先看一下我们今天讲的经文里面有几个字 contempt 这个contempt这个字 然后我们后面又看到有contemptuous 所以这两个字显然对大部分人都是比较陌生的 contempt 它到底是什么意思 the man who showscontempt 所以我们知道就是说这个人如果他是contempt这个字有就是说 藐视 看不起 无视于 根本不管 他爱怎么做怎么做 contempt有这个意思在 OK好 我们来看一下 我先来看一下这个这几个字 贴上来给大家看一下 所以contempt这个字的时候呢 在很多地方我们是可以用上来的 OK 比如说有一种罪是到了法庭上之后跟法官咆哮 然后根本无视于法官的尊严 哇这是非常严重的罪 你对法官不礼貌的话你这个简直是跟所有的老百姓所有的人民因为法官是公权力的代表 如果你跟法官藐视他的话 你根本就是看不起这个法官对他不礼貌 表示你对所有的老百姓全国老百姓你都看不起人家那你等于跟所有的老百姓对着干 理论上是这样子的 OK 所以在法庭上是绝对不可以跟法官讲话我不知道中国现在是用什么样的语言 但是在大部分的西方国家或者是其他的东方国家也好 我所理解的就是说在法庭上不管是律师也好 不管是嫌疑人 不管是犯罪人 不管是证人 任何人要跟法官讲话的时候 这个法庭就是那一间法庭的房间里头 他就是王 你对他要毕恭毕敬法官大人我可以说明吗 法官大人请容我解释都是要用这种态度的不可以用很不礼貌的解释 所以有一种罪叫做蔑视法庭 就是他看不起他有这种藐视罪 判不起法庭这个叫continue of court court指的就是这个法庭就是指的这个卡庭 所以这人呢本来OK判你三年 现在最加一等再给你判加两年 为什么 因为你藐视这个法庭 在法庭上对法官不不尊敬 你觉得说那你这对这个张法官李法官 怎么就因为你是你个人寻思就把他多加了罪 不是因为法官所代表的是公权力 所以这个continue就有这个藐视蔑视 看不起的意思不管你是在行为上也好 比如说一下我拿个玻璃杯丢向那个法官 这完蛋OK这绝对藐视 或者你讲了一句很不礼貌的话 你以为你是谁你是干什么的 这种很不礼貌的这都要可以可以犯罪的 因为他在执行公权力 他是代表全体的老百姓 所以你你等于跟所有的人都对着干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content这个字可以做动词用可以做名词用 OK那in contempt of是不顾不把什么放在眼里 很藐视 他这个人放 所以如果in contempt of就是一个习惯用语 你对于什么东西不把它放在眼里面 in contempt of 他不把我们公司的管理部门放在眼里 in contempt of our management 所以contempt就有这个意思 你藐视藐视 OK好我们看一下下面这个字 contemptuous是一个形容词 OK意思就是你根本就看不起 不把什么放在眼里的意思 If you are contemptuous of someone or something OK这是用英文来解释这个字 假如你是contemptuous你是看不起某人或者是某事的话 OK someone or something 意思就是说you do not like or respect them at all 你一点也不喜欢他们 你一点也不尊敬他们 一点也不尊敬他们 一点也不尊敬他们 比如说我你你对你站在这个国防部长的面前 你站在人民大会堂什么人民代表的面前 你一点也不喜欢他们 你一点也不尊重他们 你讲讽刺的话 你讲看不起他们的话 这个就是一种态度 you are contemptuous of 后面可以接某人或某事 我对张三 contemptuous of 张三 of 这件事情 比如说这件事情的处理 我基本上我看不起他们 我藐视他们 我觉得他们是胡说八道 我觉得他们乱做 就是这个就是这种态度 所以不可以这样子 he is openly 下面有个句子 he is openly openly就是很开放的 很开放的 他把这个他的不满 他的藐视 他看不起 直接了当的说出来 he is openly contemptuous of all the major political parties 有的国家 他们有很多政党的时候 这个人就是对那些主要的政党 他是看不起他们的 他觉得他们 哎呀 这个根本就没有公信力 他们乱做事情 他可能是对 这些人很藐视 看不起他们 不把他们放在眼里 so he is openly contemptuous of all the major political parties 他不把老师放在眼里 he is openly contemptuous of all the teachers of the school 天哪 他对学校的老师 全部都看不起 藐视他们 他对校长看不起 he is openly contemptuous of the principal of the school 学校的校长 这个这个是很 很大的问题 就是所以 希望你永远不会这样用 但是这是一个说法 我们要理解 这个contempt 是什么意思 contempt 所以contempt of court 是一种罪 指的你是藐视这个法庭 蔑视这个法庭的罪 你看不起这个法庭 比如说你态度上的不对 你讲话的态度 你讽刺 或者是你嘲讽 或者是你讲了 直接了当的 这种态度的表达 法庭当场 这个法官是可以判你 这个蔑视法庭的罪的 in contemptuous of 然后如果我要用形容词呢 if you are contemptuous of 什么东西 of someone of something 这个意思就是说 你不喜欢这个人 你不喜欢这件事情 你也不尊重他 ok 做太太的可以说 你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 you are contemptuous of me 你把我对我这个 做太太的一点 不把我放在眼里 一点也不尊重我 contemptuous 这个是一个很 很正式的字 很正式的字 ok 有没有什么问题 contempt 我就想讲这个 contempt这个字 contempt in contempt of contemptuous 有没有问题 听明白了 明白了 ok 这个字是一个比较 比较文绳绳的字 是这样 可是在 在 我们为什么要学这个字 ok 你不是每天只学 吃喝拉撒 打电话 睡觉 这个磨牙 打呼 不是 圣经里面除了这些 还有一些 很正式的教导 ok 像我们现在 生命纪里面 越往后走 都是摩西 交代这些 因为你要知道 这个时候已经进入 摩西的生命的 最后期了 他是没有机会 跟着大部队 进入 迦南地的 所以他 请其 所有 把他心里面 内心 所有的忠告 全部都讲出来 渴望这些 犹太人们 一定要遵守 神的 这些 吩咐 一定要告诉他们 仔仔细细的 告诉他们 这个告诫 因为这是他生命的 尽头了 人知 什么 将死 其言也善 也就是说 他要快要 进入他生命的 默契的时候 他很渴望 把犹太人 都 知道他们 还是会犯罪 但是他渴望 把他该做的 该讲的 都讲出来 所以 这个时候 他讲的 用的字 一定是非常严肃 而且非常有意义的字 他不会跟你讲 那个 吃饭 睡觉 打锅 磨牙 他不会跟你讲 这种字的 他一定是跟你讲 很严肃的事情 OK 所以我们再回来 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的屏幕 我现在再来 大家可以看得见 我这个屏幕吧 应该可以看见 我屏幕 现在看不见吗 我再回来一下 没有看得见 我现在的这个 先把这个给 给结束了 OK 好 现在你应该可以 刚刚这个上上来 OK 好 我们先去看这个经文 这个经文说 The man who shows content content 我刚刚已经说过了 就是这个人很藐视 他展现出来 他很藐视 他看不起 看不起谁呢 For the judge or for the priest 看不起这个 散判官了 看不起这个 祭司了 这些都是犹太群众里面 这个领头的人物 领头羊 你这个看不起 那个看不起 那人家是没办法 做事的 OK 这些人做什么事 像priest 祭司来讲 Stein's ministry Stein's 他站在那里 后面这个形容词 这个动名词的形态 他是指他做的事情 他站在那里 服侍 这个ministering 就是他在服侍神 他站在那里 服侍 Their to the Lord 他是服侍神 你的神的 耶和华你的神的 Must be put to death 如果你对这个 审判官 这个judge 或者是对这个 大祭司 你是非常不尽 藐视他们 蔑视他们 根本就看不起他们 他们是站在那里 服侍神的人 你都看不起他们 那这种人必须要被制死 这样有道理吧 对不对 我们看这个经文 就非常有道理 说的对 因为你如果这样子的话 连服侍神的 还有在那里 做审判官的 你都 鸟视他们 看不起他们的话 那这个 没办法管理了 OK 神没有办法管理了 所以 这些人必须制死 You must purge the evil from Israel Purge 是彻底清除 把什么东西给拔除 什么东西给清除掉 连根拔起 这个意思是 Purge the evil 你要彻底从 以色列人之中 把所有这些恶事 邪恶都要给他拔掉 要去除掉 去除干净 这种人不能留 不能 所以这整个句子里面 经文12节里面 最重要的字 在content 这个人只要展现出来 他有content 他不遵照 他完全不敬重 他藐视这整套的 这个神的管理的方式 这个审判官了 或者是这些祭司啊 这些掌权的人 他们站在那里 是服侍神的这些人的话 那你这个人必须要被制死 因为不能在以色列人中 留这种恶人 这种恶事 OK 这邪恶都要拔除的 OK So all the people will hear and be afraid 所以所有的老百姓 都应该是 要听从 而且要 要敬畏 要害怕 然后呢 and will not contemptuous again OK Contemptuous 指的是什么 他们不会藐视 不会再做这种藐视的行为 再做这种看不起的行为 对于领导阶层 对于神所指派的 审判官啊 这个祭司啊 都不可以这样子 不是你自己想咋样 就怎样 你都不尊重人家 人家没法管事 对吧 所以我们就在这里 就学到了两个 一个 12节里面的这个 contempt contempt 这个字很重要 contempt OK 好 13节里面 contemptuous contemptuous OK 这些都是藐视 蔑视 看不起 不当一回事 想咋干就咋干 这种字眼 OK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没有没有问题了 OK 好 OK 好 有问题的话 我们再提出来 好 那我今天呢 我们要想讲一个 一篇文章 是有关于 离婚 这个话题 OK 我们在里面有学到 刚刚我们有讲说 steins minister 这个minister 这个字我们刚刚看一下 minister还记得吧 minister ministry ministry minister ministering 可以做动词 动词用 动名词 ministry 指的是什么东西 什么叫ministry 什么叫ministry the ministry of our church ministry 神职 神职 the ministry of living hope 我们这个团体叫living hope the ministry of living hope 什么叫ministry 我们中文里面常词到 我们 你服侍神的那个服侍 就是minister 就是ministry 名词就是ministry OK 你可以讲神职 在天主教里面 就是一个神职 在基督教里面的话 我们基本上为神工作 服侍神 都叫ministry OK 好 现在讲的就是 our ministry to the divorce amount us 这个离了婚的人 我们要不要服侍他 请问 在教会里有离了婚的人 要不要服侍他 要 要 要吗 要吗 要 OK 要不要离婚的身份 我们就不管他了 你这不可以离婚 你这离婚了 对不起 我们就不想管你了 不想 我们忽视你 当你看不见 透明的 我们教会不要你了 会是这样吗 不是 不是 OK 离婚的时候 很多时候是有罪 可是离婚的人 他其实非常需要帮助 他很需要爱 OK 这个时候教会如何服侍他 OK 这个服侍不限于只有牧师 我又不是牧师 我也不是师母 干我啥事 我不知道 我只是来这里唱歌的 我唱完歌 OK 教会有什么好吃的 我吃完我就走人了 不是这样子的 我们要服侍他 So our ministry to the divorced divorced the divorced 这个我们很熟悉啊 the 后面看起来是一个 过去是做一个形容词用 但是其实 the divorced 指的是谁 指的是什么 the divorced 他加了一地 他指的是什么 the divorced 指的是谁 已经离婚的人 指那个人 做这个事情的人 离婚的人 我们叫the divorced 已经离婚的人 一地嘛 已经离婚的人 就像我们讲 the poor 穷人 OK the poor OK the rich 有钱人 the rich r-i-c-h the rich the poor the rich the divorced 这些都是指那种人 OK 在我们之中 这些人是活在 人群里面的 不是说 他们就只 都排除在群体之外 他们也是活在 我们人群之中 我们之中就有弟兄离婚的 有姐妹离婚的 Right OK 好 divorced member in our congregations face great challenges divorced member divorced member 就是那些 已经离婚的成员 已经离婚了 这些成员是什么成员 in our congregations 在我们的会众之间 在我们整个的大会众之间 OK 叫congregations 所以在我们的会众之间呢 有这种离婚的成员 他本来是参与我们教会的 他都是来我们这里做礼拜的 他们目前 所以整个主语在这里 divorced members in our congregation 这是单数还是负数 请问 这是一个人还是多数人 我们说的members 多数人 divorced members Right 所以不止一个人 OK 在我们会众之间的 一些已经离婚的 这些成员 动词在这里 face 他们已经面临到 great challenges great challenges 这是什么东西 什么叫great challenges 很大的挑战 很大的挑战 就是这些离婚的人 他们自己本身就面临 很大的挑战 为什么会面临挑战 你能不能想象一下 他什么事情面临挑战 啥是挑战呢 有什么挑战 我觉得离婚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 心都是受了伤的 还有面对一个 比如独居的一个生活呀 面对独自带孩子呀等等等 很多的问题 很多的挑战 这个离婚有的时候还没有处理好 在过度期间 人没有那么快 都是一种伤害 他从这个伤害里面走出来的时候 又怕 又渴望别人关怀他 但又怕你过度关怀他 又怕你这个 巨细迷移的去知道太多 去问太多 这个很犹豫的 对吧 你再多问一点 可能他还有心里还有很多的抱怨 还有很多的难受 所以怎么都不好 都不好接触 这个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OK 好 所以呢 他说他们面临了很大的挑战 这一类的人 这些已经离婚的这些成员 他们面临了很大很大的问题 是天一发动全身的 因为有的时候 他的内心的疲惫 不是只来自两个成人之间的问题 还来自于孩子 你看孩子也有可能因为离婚的关系 他们上了学 学校要转学 他们住的地方要转变 他们生活的形态要转变 太多问题了 他们就面临 Face Great Challenges 很大很大的挑战 How can How can 这个how can 这怎么能 如何能呢 什么人如何能 Pastors And Congregations 谁知道什么叫Pastors 什么叫Pastors 牧师 牧师 OK 我们教会的牧师叫Pastors 然后 Congregations 指的是我们的会众 OK 所以不要把所有这个服饰 Minister 这件事情 当成 OK 当成只有讲 只有 只有牧师 来做 不是只有牧师的事 你以为服饰这些人 是只有牧师吗 不是 是会众 大家也要服饰他们 因为我们是一体的嘛 OK 那么如何能 这个问题在 How can 如何能 如何 这个牧师 还有我们的会众 如何能够 Minister to them Minister 是我们的动词 Minister to them 就是如何去服饰他们 牧师怎么服饰他 牧师可能 可能知道的比较多 因为他受过神学的训练 他可能都比较懂得这些服饰 这些特殊的群体 那至于我们这些人呢 我们这些可能不是有专业的训练 就大妈 大爷 对吧 我们就是每天去教会的这种 参加教会 主日崇拜的这些老百姓 我们可能不是很懂的 我们有的时候也要需要这方面的常识 我们之中有这些离婚的 这些人 我们如何服饰他们呢 Minister to them 所以我们今天就学到这个Ministry 跟Minister Minister是我们服饰他 Ministry呢 指的是什么 是我们的 我们的整个服饰的工作 OK 好 Minister跟我们讲 有一个字 Serve S-E-R-V-E 为人家服务 有没有不一样的地方 Minister跟Serve 有没有不一样的地方 是不是也是一种 我们对他的服务呢 是吗 Serve 可以拿个拿条毛巾 你坐飞机的时候 我坐美丽空姐 OK 我的空姐给你端块牛排 端块猪排 这个是Serve you Serve Right OK 那么Minister这个东西 你觉得这个是普通的服饰吗 嗯 不是啊 这还有点叫什么 心理辅导啊 跟那个 Binister要 困难的多 我觉得 困难的多 因为它包括了什么东西 它跟我端块牛排 有啥不一样 我给你倒杯水 我给你倒倒个橙汁 我给你端块 有什么不一样 你那个都是这个外在的服饰吗 一些行为就够了 这个不是 我那个是一个体力活 对吧 我给你 我做个美丽空姐 OK 登到你前面 先生请慢用 OK 没有了 但Minister呢 这个Minister是怎么服饰方法 跟端牛排有什么不一样 差别在什么 因为它这个需要 陪伴啊 倾听啊 这都是很难的事 难 你有没有想过 零里面的问题 零里面 Right 不是只是体力活 这个我给你倒杯橙汁 端个水 拿条毛巾 这个体力活拿完了就就解决了 没有了 Minister呢 是一个零里的服饰 而且Minister通常没有一次了结的了 有没有一次了结 没有 这个人的痛苦 这位弟兄 这位姐妹 他们离婚 他们遇到 他们需要服饰 他们需要被服饰 都是需要相当一段时间 需要关怀 需要零里的辅助 不辅助他会怎么样 你知道吗 你不辅助他 这个人会怎么样 犯规 抑郁了 抑郁了 他会 他肉体上 他灵里面 精神上都会跌倒 这是很恐怖的事情 是不是 因为毕竟离婚这件事情 对人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 自杀有可能 他也可能去杀别人 自己杀 也有可能去杀别人 Right 干脆两个人都一块解决了 我把你捅一刀 我把我自己捅一刀 咱俩通通 齐心赴皇权 一起赴皇权 对不对 今生不能解决的事情 我们下去解决 是不是 都有可能 所以 That's the reason why Minister 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字 跟我们一般人 外人 外邦人所看的什么服饰 拿块牛排 拿个毛巾 OK 端背橙汁 是不一样的 不是那个 serve 那个字 Minister 这个字 很有力量 OK So our ministry 是指我们的服饰的工作 名词 Minister 是我们的动词 我们服饰人 服饰这些 而且这个服饰分 至少就是可以分两边 一个是 牧师 给他们专业的 牧者 给他们专业的这些辅导 给他们的帮助 给他们的服饰 另一方面 包括我们这些人 我们这些普通的 大妈大爷 我们一般在教会里的弟兄姐妹 我们可能只是点头之交 我们在同一个教会里 我们认识的 甚至是你隔壁的老王 你都可以服侍他 Minister OK 因为离婚对一个人来讲 是非常大的打击 OK 有没有什么问题 有没有什么问题 听明白了 所以现在这个Ministry 跟Minister 你应该很清楚 OK 这个字 不是一般人能用的 不是那个美丽空姐能用的 不是他能够做到的 这个是我们信神的人 我们在灵里面的时候 我们给弟兄姐妹的 一种辅助 一种支持 一种帮助 特别是灵里的 互相的支持 对吧 OK 我们来看 刚刚开始的这几句 Not one person No one person from church has ever called me in three years 有一个人说了这一句话 他说 Not one person 没有一个人 from church 从教会里 没有一个人 has ever called 这是一个完成式 现在完成式 那就是从过去的某一点 到今天这一天 过去的 在三年里面 没有一个人 曾经给我打过一通电话 has ever called me in three years 这个事情有没有发生过 在你的教会里面 有没有 就是有一个人完全被忽略 没人理他 根本没人给他打过电话 三年都没给他打过电话 有没有这样的事情 有可能 教会人那么多 你不熟悉的话 你肯定就不太联系 教会当很大的时候 而且每个人 其实去教会 都蛮会装的 你也不好意思去看人家 说你是不是最近有点痛苦 我看你好像哪里不对劲 你以前穿红的 现在穿黑的 你是不是心情不好 很少我们不会这样子 除非我们知道一些什么 否则我们不会这样去问人家 好 这一句话 Not one person from church has ever called me in three years 三年之内 教会没有一个人 曾经打电话给我 这一句话 Those were the painful words from a formal church member I encounter at a store recently 我们先从后面翻译起 I encounter Encounter是什么 就遇到了 Encounter 这个遇到是不期而遇的 不是我们俩约好的 我跟Happy两个打好电话 下午三点之后 我们在星巴克 我们见面 不是那种 那种叫meeting 我们说好了 我们说好了要见面的 那是meeting 我这个地方是 Encounter Encounter是偶遇 不期而遇 所以呢 我最近 事情的发生是recently 最近呢 就发生在一个店里面 一个商店里面 at a store And I encounter 我就遇上了这么一件事情 这是偶遇啊 完全是不期而遇 然后呢 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这个人是一个former church member 这个字 重点就在这个former 什么叫做former 什么叫former 从前 从前的教会 从前的 他是先前 他现在可能已经不是了 他过去是 先前是 前任的 That's my former husband 比如说 That's my former boyfriend 如果我说 这个人是我的former boyfriend 是什么意思 他现在还是不是 我的boyfriend 不是 前男友 这是前任男友 叫former right former OK 那是我 我的前任former OK 那是我的former girlfriend 还有一个 former girlfriend 还有一个说法 这算是比较好听的了 比较正式的说法 有一个比较口语的说法 叫什么呢 my ex girlfriend ex ex my ex boyfriend girlfriend 我前任女友 前女友 ex girlfriend 或者是former girlfriend OK ex 好 OK 都可以这样说 所以这个人是我们前 先前以前的church member 是我们教会的成员 那表示这个人现在还来不来教会 还来不来 不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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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人呢 是最近 recently 我在一个商店里头 我偶遇 不齐而遇 encounter 这个字啊 我不齐而遇 因为我们前任的这个教会的成员 而这个是他说出来的话 Those were the painful words from 从他嘴巴里说出来的 这个话是painful words 你知道什么叫painful words吗 这是什么样的字句啊 什么样的字 painful 什么叫painful 你知道什么叫painful 这个字句本身painful 令人痛心的话 痛心的 他说这个话不是嘻嘻哈哈的 不是很快 很愉悦的 哎呀哈哈哈哈 过去三年都会有人打电话给我 哈哈哈哈 不是这样子 他说出来是非常痛心的 Those were the painful words the painful words from 从他的嘴巴里说出来 他是一个我们教会过去的成员 而就现在这人已经不来教会 OK 那我呢最近就在一个商店里面偶遇了他 我就遇到他 他跟我说这句话 啊 这个人说这个话的时候 心里一定很痛 你知道吗 教会三年里面 没有一个人打电话给我 I have heard of the means divorce OK 这个跟他讲话的人请问是个男的还是一个女的 这个先前任的教会成员他是男人还是女人 男的 男的 他这里讲这个男人的离婚 I had heard 这个地方用的是过去完成事 意思就是从过去的某一点到过去的某一点之间所完成的事情 OK 不是现在完成事是过去的某一件事情 所以我已经过去已经听过了这个男人离婚的事情 The man's divorce and knew 而我也知道 that I had not seen him in a while in a while 什么叫 in a while 一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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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见他 我已经一阵子没有看见他 I had not seen 注意这又是过去完成事 那就是我在过去 我就 比如说过去的两年以前 我就听说过了他离婚 然后过去已经有一段时间 我就已经知道他都没有见到他了 OK 那这个事情就是我心里有一个底 我知道他是离婚 然后他就没有 之后他就不再来 我们就没见到他 他就不来教会了 but 但是 the size of the church size of the church 什么叫做the size of the church 教会的规模吗 教会的规模 那个size就是指大小 比如说我鞋子的大小 什么尺寸 这是size right size OK 衣服的大小 你穿6号的 还穿7号的 还穿8号的 你要基本上你穿10号 16号以上 那是非常大的size 那是美国人的size OK size就是大小 我们这里指的是教会的大小 the size the size of the church would have made it easy 教会的大小 可以把这件事情 很容易的 对我来讲 made it very easy for me 对我来讲 可以很容易的 怎么样 have missed him even if he were there 纵然 even if he were there 就是纵然他是 在那个地方 他就在我们教会里 我也可以很容易的 怎么样 miss him 就是没看见他 忽略他 看不见他 因为教会太大了 就像刚刚前面 大家讲的 the size of the church 因为教会的大小 可以让这件事情 很容易的让我 就忽略了他 就没看见他 纵然他人就坐在那里 更何况他后来就不来了 对吧 so much more so with him gong so much more so with himgong 这句话指的是什么东西 so much more so with himgong 什么叫 so much more so with himgong gong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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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ng是离开 ok 走了 就走了 就没有了 是不是 就没有了 ok 好 这个 so much more 还有许多 这样的事情 so with himgong 都随着他 而就走掉了 有很多人 都像这个样子 很多人都是 像他这个样子 然后就走掉了 那走掉了怎么样 你知道吗 你也许一点都没有察觉 很多人来教会 教会太大了 然后很多人 没有受到关怀 来了走了 走了就没有了 所以有很多 这样的事情 很多的人跟事 就这样就没有了 ok after berating me and the church for our lack of attention to him after 什么什么什么 ok 这整个前面 是一个 一个状语的 重句 主语在这个地方 he said 他是我们 这个句子的 主语 ok 前面呢 这个跟我们 圣经的这个句子 有异曲同工之妙 前面呢 是有一个 分词的 状语的重句 be rating me 他做了这件事情 所以 主语是 同一个主语 ok 你看这个 berating的 动作 也是他做的 什么叫 berating me 他对我 跟这个 教会 他都做 berating me berating me 是什么 有没有人知道 berating me berating me 指的是 指的是 一个人的 抱怨 责 打击 都可以 又做 berating me 说人家 不好 叫做 berating me 所以他说 他对我 说我不好 说教会 也不好 说我们这些人 怎么样 for our lack of attention lack of attention 是什么 lack of attention 对他缺少 关怀 缺少关怀 对他 to him 对他缺少关怀 说我们这些人 我 说我们教会 我们都对他 缺少了关怀 他就这样子 责怪我 责骂我 ok following his divorce 什么叫following his divorce 一个大明星 哇 他现在离婚了 离婚以后 他的影迷 他的粉丝 都会追踪 继续追踪 他离婚以后 他又跟谁好了 他什么时候 会不会再结婚呢 他今天是不是带了 哪个女人 在哪个酒吧 喝酒了 这个叫following following 一件事情 继续追随 跟踪这个事情 要后续的 要去了解他 意思就是说 我们根本就 没有关心他 我们对他缺乏关心 缺乏关心以外呢 而且我们也没有 继续 在他的离婚以后 追续他的离婚以后 去关心他 我们都没有做 这些事情 ok 他抱怨 他责怪我们 然后他就说了 I'll never set foot in that church again 哇 这句话说的好重 I'll never set foot in that church again 什么叫set foot 那不会是我的踏足之地了 我一直脚都不会再踩进去了 ok 我告诉你 你休想我在踩进你家门一步 今天我到你家吃了一顿饭 你气死我了 我好讨厌你们 ok 你的老婆把我骂了一顿 你休想我在踏进你家门一步 这个就是set foot in that church 休想我在进那个教会 再一次的进教会 不可能的 我不可能再脚再踏进那个教会一次 这个人心里有很多的埋怨 因为他认为从他离婚以后 教会都没有关怀他 所以你休想我会再进去那个教会 不可能的事情了 I'll never set foot in that church again He has 这个中间呢 这个两个逗号的中间 只是他加入一个他的说话的 一个情绪上的 他说我相信是这样子 我相信什么 He has kept his word 什么叫 He has kept his word 指的是什么事情 就不进入教会 然后他再也没进去 对 kept his word是说怎么样 就是遵守他所说的话 他会继续遵守这个话 他说过了 他不会再进我们教会一步了 所以我相信他就会继续遵守这个话 我相信他以后真的不会再来了 OK 我相信 这个He has kept 你注意这是现在完成式 从过去的某一点 到今天讲话的此刻 那就是我相信 从过去那个时候一直到现在 他都觉得他没有受到关怀 教会没人理他 他离了婚也没人关怀他 三年没人跟他打电话 哇 所以他怎么样 他就说出来的话就做到 真的就是不来我们教会了 In fact 事实上 In fact I'm not sure 我都不太确定 什么呢 That he's setting foot in any church these days 哇 这句话给你一个很大的结论 事实上我都不太确定 怎么样 He is setting foot He is setting foot in any church these days these days 是指这些天 从过去发生到现在 他离婚到现在 这些日子里头 我都不太确定 他是不是曾经 进过任何一个教会 这个人有可能从此跌倒 邻里就跌倒 意思就是 因为一家教会 他觉得这个教会对不起他 他觉得教会不关怀他 他可能从此以后 任何教会他都没去过 可能过去的三年里面 他哪一家教会都没去 这可不可能 可不可能 可能 很可能 对不对 因为他很失望 那你们为什么都不主动来关怀我 那可能教会也很冤枉 因为咱也不知道你离婚 有的人也觉得不方便 这你的隐私 我也不好去打探你的隐私 有的人也忙自己的事情 教会 比如说刚刚讲的 教会一两千人 两三千人 谁会知道谁啊 谁会登个广告 在教会的刊物上 告诉所有人 我向大家宣告 我现在需要关怀 我已经离婚了 于1月3号 当天我已经离婚 有人会这样 会 这种事情都是长期 自己慢慢的流行 对吧 Divorce 我们看下一段 离婚这件事情 We all know 我们都知道 It's a problem Divorce is a problem 这个是什么意思 什么叫Divorce is a problem 为什么这样说 你分是有可能 是个困难 这个麻烦 这个问题 是个麻烦 是个问题 OK 是个难解决的问题 是个麻烦 It's a problem If the statistics Statistics 是指的什么东西 Statistics 统计计 统计的数据 假如这个统计的数字 or correct 假如这个统计的数字 是正确的话 好 下面来了 他说 The rate of divorce inside the church it's about the same as outside 这句话讲的是什么 Rate 是那个比例 离婚的比例 inside the church 教会里头的比例 OK inside the church 教会里面的离婚率 跟外面的离婚率 是一样的 好 外面 教会外面是指谁 没有信主的那些吗 好 所以 教会里面 信主的人的离婚率 跟教会外面 那些不信主的 外邦人的离婚率 是差不多的 OK It's about the same as outside OK 他说 假如统计数字 是正确的话 If the statistics are correct 离婚率 The rate of divorce inside the church is about the same as outside 跟外面的离婚率 也是差不多的 没有哪个比较高 也没有哪个比较少 也没有因为你们都在 教会里 所以就比较不离婚 也没有 There are now more people in families who have experienced divorce then there are in families never touched by it 这句话是说 现在 有什么样 more people in families 在家庭里面 有更多的人 who have divorce who have experienced divorce 他们已经 经历过离婚 而且 比那些 什么 比那些 什么更多呢 then there are in families never touched by it never touched by it 这个it 指的是什么东西 离婚 百那个离婚 对 被那些 比那些 从来没有接触过 从来没有碰触过 离婚的 这些家庭 要多 所以现在 在这些家庭里面 有越来越多的人 他们都有 离婚的经验 比那些家庭 从来没有 碰过离婚事件的 家庭的 越来越多 所以离过婚的家庭 跟没有离过婚的 从来没有接触过 这种话题的家庭 两个哪个比例 越来越多 离过婚的 越来越多了 越来越多 这是一个趋势 all this tell me 这些就告诉我 one thing 告诉我一件事情 all this tells me one thing if the church today wants to reach families for christ 这个很有意思了 假如 一个教会 今天 他们想要去 接触 reach 就是能够 触及 能够去触摸到 能够触及那些 families for christ 什么叫做 family for christ 什么叫 family for christ 因为基督的缘故 去触及那些 家庭 family for christ 是为基督的缘故 而成立的这些家庭 就是这些家庭里面 他是以基督为主的 他们家是信神的 简言之就是他们是 信神的那种家庭 假如我们的教会 今天想要去触及 去触摸那些 信神的家庭 信基督的家庭的话 okay it must learn it 指的是这个church 教会本身就要学习 学习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 how to deal with 如何去deal with 去处理 deal with 是处理 okay 要处理什么呢 the divorce amount us the divorce the divorce 是指那些离婚的人 the divorce 就跟我们前面的抬头 我们的题目 一样的道理 离婚的人 我们的教会 要学习 如何去处理 okay 跟那些 那些离婚的人 在我们中间离婚的人 教会 要想去接触 那些 信神的家庭 什么 你不能够 割舍出来 哦 我看steven 不错 steven 他们家都是信神的 我教会 就只跟他们来往 我到另外一家 一看 这个jain的家庭 不行不行 他这个是离婚的家庭 咱教会 不理他 杰老师 杰弗莹 老师的课 要开始了 他今天 他今天 不上课 所以他放了那个 录音带 录影带给我们 我们待会在我们的 平台上可以放 大家想在这里放吗 还是大家自己听 因为他今天 他的平台上 没有课 对 我刚刚要跟大家 讲一下这个事情 如果你们想 看的话呢 可以我们待会 在这个平台上放 你们想在这里放吗 还是就是 我把 我们把那个 链接贴上来 你们自己去看 都可以 你们想 自己看吧 好 自己看 OK好 那请那个Esther 贴一下 在后台 可以贴出来 好 那我把 我把这一句 讲完 我们就可以结束 假如今天我们的教会 想要接触那些 想要接触那些 奉基督为名的这些家庭 OK 也必须 教会必须要学着 如何去处理那些 在我们之中离婚的人 这是同时存在的一个话题 你不可能挑三拣四 本教会只侍奉 只接触那些信神的家庭 从来不离婚的家庭 不可能的事情 你也必须去服侍 那些离婚的人 So The Divorced Malness OK好 我们讲到这里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有问题 好 请说 刚才我翻译了那个 如果是叫我的意思是说 在教会里 这个是 为了基督的缘故 去接触这些人 那个英文怎么讲 你去接触他是为了基督的缘故 是这个意思吗 我觉得这里是不是那个 就是为了基督的缘故 去接触这些离了婚 有伤害的这些家庭 然后需要学习 关于这些离婚的一些东西 我觉得这个Families的话 是泛指所有的 所有的信神的家庭 因为 if the church today wants to reach families for Christ OK 你可以解释做 就是说 for Christ's reason 他是为了基督的缘故 他想去接触这些家庭 但是大部分 你看前后文 可能会比较通顺一点 讲是说 他是指那些 就是已经信神的家庭 你想接触那些 信神的家庭 你想 当然你 你教会一般来讲 很多教会是这样 他不想去接触 离婚的问题 这很麻烦 这是确实 一个家庭比较破碎 比较不完整 或者是已经有一些 信仰上的跌倒 或者怎么样 有很多教会会规避他们 那现在 我觉得 我个人觉得 他这个句子 想讲的意思就是说 你想接触那些家庭 是那些所有信神的家庭 同时你也要学会 怎么去处理这些 在我们中间 已经离婚的人 你不能只接触 那些说 已经信神的家庭 或是怎么样 Reach the families for Christ 如果 Reach the families in Christ 这个又什么意思 我也不太懂 如果 这样说是什么意思 你说要用in Christ 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些家庭 这些家庭里面 在基督里吗 你就是只说那些 已经信神的家庭 in Christ 你要用in Christ 是不是 可不可以这样说 这样说的意思 in Christ 比较接近 就是说 他是已经信神 就是说 他已经在基督里了 OK 但大部分 我觉得好像 我觉得好像 比较 比较讲的 就是说 他们想要接触 那些家庭 OK 然后这些家庭 就是说 我觉得 for Christ 跟in Christ 在这个地方 不会很大的差别 你们觉得呢 Tina 你觉得呢 我不是很懂啊 我觉得意思就是说 你现在 一般教会 OK 假如教会 他们想接触家庭 OK Families 他们反正这些是 为了基督的缘故 OK 这些家庭 他们 你可以说是 for Christ's reason to reach families OK 或者是你是说 Families for Christ 这个地方没有写的 很明确 但是我觉得 如果写 in Christ的话 是非常明确 这些家庭 是已经都信神了 但是不管怎么样 教会的工作 跟家庭 是分不开的 你要跟家庭 接触的话 你同时 就像你 你接触 你不能只接触完美的 你要接触残缺的 你也要接触 那些离婚的人 因为我们中间 确实有人离婚 你不能不管这些人